长龙前葬金卡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疑惑 就是王狗梦不是去年9月就已经有 已经有揪过一次团 那你为什么今年现在今年2月又要再揪一次团 那其实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这其实是有故事 他的故事就是 其实去年我认识一个朋友 那他刚好也持有这张所谓的长龙前葬金卡 像这种MGM活动就是 你一定要持有那张新的卡你才有办法 就是去做纠团的动作 他跟我讲说因为他的亲戚在美国念书 那他希望说他能够在2090的时候 就是带妈妈搭商户艙一起去探望他的亲戚 因为他亲戚要毕业的这样 我就在想说那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 我就回去我的里程座 我去看说我常常里程只有6万地 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整笔转让给他 让他去开票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刚好有一个这个纠团活动 我们就想办法就帮他一下好了 所以我就跟他要有他卡号的中间的那个八码 去帮他写一篇文章做推广 我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给他钱 或者是帮助他可以换到这个方形归旺潮 但是呢我可以用我的影响力 用我无形的影响力可以帮助他 这个朋友从11月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4个月没有讲话 但是呢我当初做的程库海战 我那时候把他写文章嘛 那如果真的有人从他那边 开户办卡的部分 他是可以拿到这个里程的这个奖励的部分 我在想以我的影响力大概也有多少次 他应该拿个三万里或五万里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个到底之后的造化会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已经跟他没有在做联络 那我也不知道说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在 就是关注我 但是其实我想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的信里面永远都会为他到这个位置 只要他想要联络我 他确实可以回来 我永远都会在这边等他 对就是这个 是不是 对 我永远都会在这边 问ob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